Honboy 2的法話裡面有個模組叫做 Ascended Mod 升天模組 有這個名字是因為裝上去以後 你的遊戲難度會直接升天 而作者也沒在怕 在介紹頁面清楚的講說 如果你不喜歡困難或是不公平的戰鬥的話 就不要玩這模組 並且他還開槍喔 只有不到5%的玩家能夠完成這個挑戰 那想當然我不只決定要來挑戰他 並且我來決定要下一哈最困難的版本 死亡時代模式 其中有很多的改動啦 我們進遊戲在細講 但基本上敵人的血量變得更多 速度變得更快 並且他們現在每一下攻擊 都會造成大量的狀態傷害 更別提整個遊戲 永遠變成了晚上到處都有精英怪 啊對了 BOSS戰場也被塞了好多隻全新敵人 等著我們來享受喔 那麼我倒要看看了 我這毫無技術可言 只會自我虐待的Youtuber 能否打通這個 擺明就是不公平的MOD呢 最後我再加碼 我每一次一次就要跳一下飛聲波比跳來懲罰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現在光是職業也有差別了各位 隨便選一個 武士變成這副德行 現在每一個基礎職業的素質 還有裝備都跟原版不同 賣人怎麼變這麼帥 流浪騎士呢 嗚~~ 每個都幫你配好裝 有點像在打網遊 一開始選角色了 為什麼一品如洗這麼棒 他要表達什麼 吃到只剩脂肪 一品如洗 錢都花去麥當勞了 到頭來還是關心著我覺得 把食材是最OP的 再不要進去跟一堆BOSS進戰 這都已經超級困難不公平的MOD了 我們都要飛聲了 我們選一個神仙好了 那麼為了應付這升天模組 我們也要請出超強魔關羽出場啦 希望他能保佑我們冒險順利啊 好帥喔 關雲長大大 唉唷 我現在身上一堆武器耶 外面天氣有變嗎 哇真的 變好暗喔 OK整個世界永遠是晚上 但我們的劍超亮的 好酷喔 我們一般武器就會累積催眠跟累積中毒耶 原版根本就沒有這些附加效果吧 威石魔力原本不是射三個吧 好猛喔 我們真的是開群魔關羽耶 開發者對我們這麼好 所以我們連魔法都被BUFF了 然後 一開始四個護符錦囊全解鎖 而且我還有一二三四五 五個魔法 他給我這麼多好處 待會是有多難 完蛋 現在有多開心 待會就有多痛苦 只不過我的血量也太少了吧 我現在也看到 關於什麼的 關於吐血了嗎 截之貴族我們現在全上下這麼猛 應該不可能輸吧 截之貴族被改得多難 那不是截之貴族 啊 那是一隻牛 我靠 鳳屁你哪是截之貴族 這是什麼鬼 他叫我快點進去 我只能進去想辦法玩遠距離關於了嗎 不 兩隻王耶 滾到沒滾到 關於第一站 敗北 唉唷 劉備 劉備騎白馬 大哥人娘化了 幸傳大哥 大哥轉身有吉士 我嚴重覺得我們需要溫習一下新手教學 這個貓超難的 看到底還有什麼東西改動 這傢伙殺得了吧 關空偷襲 這是在超越三節儀之前啊 這些都不算 好爽好爽 喔幹 盧恩會扣耶 這個貓還有一個被動 我的盧恩會一直慢慢的撿 哈哈我現在要零爐彎了我該打球沒用卡喔 我該殺了白殺了 所以我不能停下來解釋喔 看我 我們要趕快打 WIT DO IT 他們也變成一次射三發了 WOW 射速也變快了 WAT THE F**K 柔弩騎士 你來錯地方了 他打好癢他打好癢 WHAT WOW OH NO 雖然你們看到剛剛的小兵射速變快啦 但好消息是我們玩家射速同樣也有加快 而且還多了追蹤的屬性 另外你們有注意到右上角的FP會自動恢復耶 正是因為這個MOD又把每件裝備都多加了一些特殊效果 例如讓我們持續恢復FP或是增加最大血量等等 但很慘的是我沒有意識到啊 因為我們是用中文版在玩的 所以什麼敘述都看不到 搞得我只能用猜的推論我們現在正在獲得什麼BUFF 他追多遠啊 這個MOD敵人的追趕距離是不是變長了 啊 我的天啊 我們被誤認為小女孩了 他窮追不捨 我們要直接把他帶到葛瑞克士兵 我 我要直接進去 我 我 我被催眠了 趕快進去 救我 葛瑞克士兵 我寧願打黃我也不要打小兵 但 這家我是不是有變 你寧願我不是長這樣 我看他的裝甲怎麼變龍了 呃 OK 好險 我的法術好痛啊 OK 那那那那那那 門 門又打開了 我先閃我先閃 我根本沒辦法慶祝 我現在身上一直在冒紅光是怎樣 關公發光 你要追到什麼時候 快開門 快開門 嗚呼 NO 嗚呼 點點 看我就不是你還會上來 哈哈哈哈 笨蛋 去死啦 哦 酸 我狂賺耶 我今天賺一萬二盧恩 OK 現在每一隻敵人 每一個boss 盧恩都給很兇 如果代表我現在拿到盧恩 我要馬上升級 我還沒有遇到我女朋友 我不能升級 而且我剛剛有注意到我們 灰石魔力 射出去那個追蹤的力道好兇 很猛耶 好暗喔 為什麼 現在每個敵人都冒紅光是怎樣 這什麼意思 等下他怎麼走這麼近 NO WHAT THE 蛤 羅利塔 現在也搞偷襲 開局就兩個騎士包夾我 他從哪裡出來的 我先跑 WHAT THE FUK 羅利塔到底從哪裡蹦出來 我這這 他怎麼從那麼遠地方跑過來 WHAT 嗚呼 我跟這羊一樣 屁啊 羊跑走了我沒走 他的魔法力量怎麼會轉彎 他欺負我沒有馬啊 關雲長從來沒有這麼狼狽過 喔 等下我有化為無形 我有化為無形 我有化為無形 等下他是聽到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 化 等下化為無形我不能跑 化為無形到底有什麼用 OK 所以我化為無形 我還是得要當蘇辣蹲著 屁 我是化為無形 你們開掛啦 這兩位是化熊跟誰 我不記得三國字裡面有 女將軍會使用魔法飛彈 這我要怎麼躲 你看這我要怎麼躲 他變摩天輪了 轉彎轉超兇 化為無形根本就化假的啊 關雲長根本就 我們的氣勢太強 羅雷他馬上趕到戰場 一刻都不容懷 好跑跑跑跑跑 讓我碰到下一個溝火就好 我大概會抓十幾了吧 我直接到最左邊 堂堂五勝關公 被逼得要繞遠路 我們直接離他們距離超級FAR 可不可以連 跟他們對眼都不敢 哈哈哈哈終於 YES 我們摳到第二個火 我的天 我怎麼提到馬步聲 魂丑又跑過來了 快點做火 關公眼神非常悲慘 要知道他接下來人生會多痛苦 雖然這模組很艱難啊 但我們現在能減的素材數量 絕大部分都被放大了20倍 讓鍛造石跟一些合成道具 都更好累積了 這算是作者鼓勵大家 多多善用這些物品 給我們一條生路 來用 嗯 但我沒說 但我還在扣錢 快一點 話快講完 看一下我們刺兔長什麼樣子 噗 好帥 What 這閃紅光到底是怎樣 魔刺兔 這什麼buff啊 好酷喔 感覺我這樣刺兔很坦喔 打我 打我的馬 被打一下就死了 所以那是生病在發紅光嗎 那是電動 電動嘛 那麼接下來我們首要的任務就是趕快提升自己等級 畢竟頂著這一咪咪血量根本來鬧的 不過呢 這作者也沒有讓我好過 他把路邊野怪的經驗值調的超低的 打死他們只能獲得100多的羅恩 乖乖一旦我解決任何boss就能拿到巨量經驗 YES YES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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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лет attacks 我懂了啦 這個罵真的是 完全想要你去打各個小王 每個小王的獎勵變超強的 另外我在跑圖的過程還體驗到了這超恐怖的狀態傷害 基本上你被小怪打到兩次就一定會中狀態 可千萬別忽略這些異常效果 因為他們都比原版增強很多 例如中毒直接就變成了超加強版的星紅腐敗 你不及時解毒的話 你一下就會死掉了 但唯一有個好處是 我們現在能夠吸引到一堆原版超少觸發的恐怖狀態啦 造死 這是什麼狀態 不過我覺得最可怕的改動 其實是敵人的警戒範圍跟追擊距離都大幅提升了 就像霧靈廢墟這頭熊 他熊奶奶的直接從森林上方的刺服一路追殺到海德藥塞都沒放過我啊 屁啊!我都站到夠火旁了 OK 現在我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去蓋麗德幫關羽拿到超強法杖跟法術 我們就真的能變魔關羽了 我們可以去跳野球 跟那個布魯斯應該還是有辦法可以 蛤? What the hell 沒想到這作者把這麼好用的傳送門給改掉了 但好我家在我還記得有一個好方法可以飛到蓋麗德 What? 哈哈哈哈 啊!作者知道我要用這傳送門了 放了一隻在那邊毒我 不對啊 他直接把寶箱拿走了 爭吵出根 我根本連想都沒有想 好激發喔 OK啦 這就意味著我們得要回歸初心 慢慢用騎馬的跑到蓋麗德啦 只是這段路程超痛苦 因為路邊小怪只要用遠距攻擊就很容易把我們射爆啊 而且更別提原本紅土大陸上的烏鴉跟野狗們就超有攻擊性 再加上這個mod他們更是會追我到天荒地牢 終於啊 在經歷了無數次的死亡我們抵達到了沼澤地帶 準備可以拿隕石杖跟岩石球 但誰知道呢 我們真正的苦難才正要開始 不知道要不要繼續 死! NO! Gun! 好 我要死了 他故意把隕石杖周圍放一堆超變態會秒殺人的怪 就是那裡就是那裡 喂! 化為無形跟暗殺馬哥已經沒屁用了 他們照樣鎖定的到我 冰了 這樣子 喔! 我連下馬的時間都沒有 也是軍事重地啊 怎麼到處都有蘑菇人 我的天! 我覺得我要直接這樣跳 欸! 趕快! OMG WHAT 啊! 我拿到了! 為什麼我沒死? 為什麼! YEAH! Nice! 我們拿到隕石杖啦 只是大家別高興太糟 因為接下來岩石球所在的位置才是真正的挑戰 那裡可是有著一大堆視線有夠廣 而且居然能夠一發秒殺我的蘑菇人 你看我只要一露頭那些臭子彈就直接用光速飛過來超扯的 再假上啊 在這個MOD裡面只要我們的馬一碰到沼澤 就會以很快的速度開始掉血 代表說啊 我們整個行動就跟在玩瑪利歐奧迪賽高難度一樣 完全不能有任何失誤啊 要接近的時候我就招狗狗出來 看狗狗狗可以幫我們擋所有的發 狗狗幫我擋幾發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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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第一次又看到這麼變態的直播 我只要拿一個法術已經死了 快60次了 直接跟這個法術給槓上 OK NO NO YES 我的天我進去了 NO NO 不要秒 WOW YEAH 我拿到了 我真的穿過衝衝包耶 後面一堆魔鬼拿幾款槍 我還是穿越火線拿到啦 什麼鬼遊戲啊 OK各位 雖然你們剛剛看到一些很悲慘的場景 但現在一切不同了 我們已經劍化成一個一次能砸四顆岩石的法術 只是在狹小的室內對決的話 我們還是會需要一些師法可以更快的法術 因此我們決定跑來找色聯老師白師 學到了灰石彗星跟螺旋魔力 都算是傷害很高的魔法 幹我們法師流當然媽的狂買啊 那麼在打敗幾個小王 並且探索完了魔恩城後 我們把等級升到69等 我覺得也該是時候去面對第一隻主線王了 但是呢我們才剛走到門口 我就感覺到哪裡 怪怪怪的 不對 我光站在這邊我就看到有兩頭狗了 The fuck 他們都不用關門就放狗 但別擔心各位 這裡其實就有個外箱的辦法 只要我們站在門外拿著重路開射 就能把那兩隻狗狗吸引到門口 然後再來就是狂丟堆岩石球在他們身上 接著就會變成我們帶著一群小夥伴威歐教官啦 上 本來是哈三打一我 現在變成我三打一哈 動作好快的教官了 喔喔喔喔等一下喔 他血沒有到爆幹多 有 三打一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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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斯羅傑 喔OK我以為魔法斯羅傑的血很多 結果也還好 快一點快一點快一點 他直接半血了他直接半血了 我在黑屏藍 沒時間我沒時間 喔喔喔我的夥伴都還沒死耶 我要贏了嗎 NO 我的天啊 血超多的他 我需要藍我應該多帶一點藍的 我的狗狗死了 他也死了 耶 哈哈哈哈 taxes 一次過 哈哈哈 OMG沒想到惡臭這麼廢啊 那我猜皆之王也不會強到哪去吧 因此我們就直接闖大門去找他 WTF 哈哈哈哈哈哈 他直接把水門關起來啊 我花那麼大的力氣在那邊滾 超大小 他很故意 他前面的大門是開的 然後關後面的小門 讓我浪費時間進去那個庭院 這些老鷹好厚喔 WTF 兩刀都沒砍到 近戰這麼難 近戰超難用 我要死了 我要死給小鳥 哪有這麼多隻 到底有幾隻鳥啊 走吧 開始闖城堡了 不要逃避 哇 幹一堆人 一堆人 喔齁齁齁 好好好 我絕對不要輕易進去 我看到你們了 出來啊 OK YES WUHU YES 終算換我外箱啦 這邊還有個惡兆 我只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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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F 他出刀也太快了吧 NOOOOO 終於要見到一個大輪王了嗎 衛生紙 衛生紙小提琴 欸欸欸! 嘿嘿嘿! 嗚! 連篝火! 篝火被移上去了! 幹! 哇齁! 兩個胖子擋路! 幹!幹!幹! 幹!幹! 我自己走太劍了吧! 不愧是有神電話 連篝火都有神 篝火也升天 不要往左走直接往右走 這什麼鬼 嗚呼! 幹! 超亂的動物園喔! 我至少死前讓我拿一個 死前讓我拿! 松子啊! 幹!這個架式我不可能跟奈菲利講話 搞動物園區 他娘娘的!這裡要怎麼過! 可以跟奈菲利講話嗎? 你沒看到我需要你幫幫幫奈菲利 哇齁!鐵樹女都跑過來 我真的有機會跟他搭到話嗎? YES! YES! 我不要再給鐵樹女打 就頂禮拜啊! 趕快去散步的時候 趕快去散步的時候 趕快就趕快走過來 蹦蹦炸燈! 你娘倒來了! 你到底想... NO! 奈菲利! 奈菲利被我打到... 等一下我現在過去沒辦法跟他講話了嗎? 喔NO! 靠北喔 要面對現實了 這些隻王 我感覺裡面有好多叫聲喔 呵呵呵呵 一聽就知道不只一隻 天 啊耶! 呵呵呵呵 站在外面 害怕不敢進去還是被懲罰 那我就不猶豫了 直接入場 我也被... 後面一隻巨人 然後我還看到什麼 我們要打第二個巨親王 先招 WTF 誰砍我? 蛤? 敵人在動畫中還可以動喔? OK 救我救我 狗狗救我 好多隻怪喔 欸!這隻怎麼是藍色的 哎呦! 他速度好快喔 我打他有夠癢的 我要小心後面那個巨人啊 狗毛 我又要看... 街隻我又要看巨人 屁 這是什麼血量啊 我的狗狗會打一下就掛了 我們連奈菲利都召喚出來 怎麼可能打不贏 Let's go 來啊 這樣打多痛 OK 至少不是燒癢 有夠亂 奈菲利欸 奈菲利已經死亡了 他做了什麼事 哇 鐵樹你還在我身後 我到底要站在哪裡打人 我不能站在這裡 我會被鐵樹你搞 好 範圍這麼遠 哇哩咧 結果街隻王的戰鬥比我想像的難超級多 場面有夠熱鬧的 後面躲完的巨人不斷狂射三發 大劍非常煩 更不用提在戰場旁邊還有一隻皇室幽靈跟一隻街隻貴族 一旦被釋放的話 那這場戰鬥基本上就GG了 並且喔 街隻王本身也有被強化 他的龍捲風現在變有夠快的幾乎不可能閃掉 然後他所有的攻擊現在都會造成黑焰效果 我一不小心的話就會被燙死 以上全部改動加起來了 我靠 這街隻王我感受已經比拉達鋼加艾爾德之獸還要難了 所以後來呢我乾脆不演了 直接把生命力點到99 HP高達5000再進去挑戰 結果照樣是我們被調虐 天啊 這個Mod下街隻王的傷害被調的也太高了吧 那麼在下波去研究了一整夜之後 我總算搞統這個Mod的正確玩法了 其實我們要去大量搞到好的裝備跟道具啦 因為作者把每個護符以及每件裝備的效果都大改 同時啊你一定要玩英文版才能看到這些效果 像是光是紅獅子套裝就分別提供的耐力砍擊抗氣信仰力量 靈巧400毒抗生命力以及感應一大堆的數值 所以啊像我們前面光是只有升級其實幫助沒有很大 你真的有去搞那些裝備才會差很多 然後這個Mod還有一個超重要的改動 那就是基本上所有BUFF的持續時間都被大幅延長 因此各種屬性的減傷、禱告跟肝臟肝 我們絕對要拿到手 另外我發現溫熱石現在超強的 他範圍自動補血的量變很多 並且那些氣場類的BUFF 像是黃金樹立師、火焰刺魚我力量 還有老將軍的旗幟也都變成我們必須要拿到的道具 只是我到現場才發現老將軍變成一條龍了 大家有什麼頭緒啊? 阿希也太多了吧 欸!欸!欸! 欸! 為什麼! 不要鬧 有可能掛啊 我有可能要掛 喝水! 喝水! 哇靠! 我跑這麼遠欸大哥! 就不要打完他根本沒掉起 我就哭出來 What the fuck What? What? No! No! 我的遊戲擋掉! 開始 開始 不要那麼急不要那麼急 換血了 抬頭 真的啦 幹 要來嗎? 沒有 嚇死我 所以他剩大概10%血的時候 要再吐一次 吐! 我有可能傷害夠快的話 他最後一次吐不出來 有沒有機會 他死了啊! 沒有!他沒死!沒死! 他要吐了嗎? 他沒有要吐! 我贏了! 我終於贏了! 真的有將軍的旗幟啊! 真的有將軍的旗幟啊! 耶! 剛剛有一秒鐘我以為 什麼都沒有 打一個小王 打了快 五個小時 沒想到一隻支線小王 直接就耗了我們五個小時 我真的打到快吐血 Oh my god 我有點不敢想像後面的王 我們要打多久? 那麼再把等級提升到了兩百八十五等後 我們總是要回去面對葛瑞克了 啊! 我不應該先召喚 套妖 我搞錯 挑發把巨人給幹掉吧 好 喔他出來了 唉 躲不了 我站在這裡 倒要沒魔啦 倒要沒魔啦 好Lag喔 好Lag喔 溜一下 還沒躲到溜一下 哇 時間差啦 超Lag的 忽然遊戲又加速 我要死了 龜族站在溫熱池的範圍內 龜族是不是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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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 可以死了嗎? 他可以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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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終於死了 我們成功殺死王族幽靈 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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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打 不要去打 打這位 打這位 好像有穩定下來嗎 好 現在只有他跟我 龜族 不要不要噴到後面 不要噴到後面就好 把戰場帶過來 把戰場帶過來 好險 離他近一點 離他近一點 好好好 一打一 補一下補一下 比較穩 我一直在溫熱池旁邊 接著龜族這時候不要出來 我就要贏了 耶 離去關了 你 看著你的主子死 要先把其中一隻王族幹掉 然後再打巨人打死 就可以跟 葛瑞克單挑了 他贏第一個大魯王 我們現在這個難度 已經比本裝還要難個兩倍以上 我可以先宣布我成 埃爾登之王了嗎 那麼我們魔怪獄的結局 到底會怎麼樣呢 是為屈辱自殺 還是為成功升天 就請大家盡情見證 哦 不 好